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尘而一心尽 千花不变其律 万尽顺通于道 这一段文在这个课里面 我们把它找出来 看看 它这个来龙去墨 那么这是第二个小课 乐阀 课题在这个第七面 看最上面一栏 上面一栏呢 第二行有第六 贤即宜身 这个里面有四颗 就是有四端 第一段呢 是乐人贤疑 这一段我们讲完了 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二段 第二段呢 在第八页 第八页第一行 上面第一行 乐法贤疑 那么乐法里面又有两段 这个两段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文 这个文呢 就是两个小端 第一个是 吉然以远近 第二个是万律以顺道 我们再翻到一百四十二面 就晓得它这个文是从哪里来的 前面这个科判的表解 让我们看到它的文章 确实是有条不闻 我们所谓是顺利成长 现在可以看诸节了 诸节在一百四十二面的最后一行 二 越发一现一 苏 这苏就是前面念的苏文 遇三度而三的圆 知 顺通于道 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 三度乘三德 有同有别 三度是贪嗔痴 三德是戒定慧 怎么会贪嗔痴 就是戒定慧 这个怎么讲法呢 主要知道 别叫以前决定不决定 所以是延迟戒律 他分得清清楚楚 语言教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语言教是语言荣自在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自己 能不能真正语言得过来 真正语言过来 那的确是超约通别菩萨 如果语言不过来 也要想学原教 那准夺地 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 所以这个诗 这一段讲的是 无上的真理 是法身大肆的境界 离我们明了 在诗上我们学不到 为什么呢 人家戒定慧 贪嗔痴 可以说他都不知足 他心底真正清净 我们今天心 遇到顺心的 就生欢喜心 遇到不顺心的 就生诚慧心 这个不行啊 这个是一定要持戒 你语言不过来嘛 一切根基里面 语言即是最可贵的 最为可贵的 也最为稀有 所以这样的经论 佛在一般的场合 决定不开始的 决定不提的 那么底下呢 就是从通别年中说法 先讲通义 三度本空 云是三德 你请智取 以德为独 经物则贪物贪向 云是戒业 称武其灭 本字极然 语言是定义 我们就先来 探讨这个机局 三度是探成痴 我们这个道场的同修 我想有不少人 曾经念过六祖探经 或者是听过六祖探经 六祖大使 探经里面最有名的 那首记字 就是菩提本无树 明尽一飞台 本来无一无 你们想想 哪来探成痴呢 探成痴是三无了 不止一无 本来一无都没有 哪里还会来了探成痴 三无了 所以真如本性里头 也发不离 没有这个东西 不但贪嗔痴母有 那个三德也没有 戒丁慧也没有 所以六祖真正圆了 他来看这个花眼睛 也看没问题 完全是他自己 限量警戒 他想都不要想 所以讲 讲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这个多殊胜 多自在 那么我们看起来 看了真实 摸不住头脑 怎么贪嗔痴 会变成戒丁慧呢 我们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搞不清楚呢 因为我们有迷 有分别 有执着 坏就坏在这里 足以出现凭上书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争取 由此可知 所有的麻烦 都是从妄想执着身 六道凡夫 从妄想执着身 贪嗔痴三度 从三度 生无量无边的烦恼 这个四肾呢 就是身闻 原觉 菩萨 佛 这个佛要跟主说明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别教的佛 不是原教 所以佛有四种啊 这三种佛呢 都是十法界的佛 我们讲十法界 原教的佛 佛也没有佛像 连佛他都不执着了 那是我们趁他做佛 他自己绝对没有个佛 因为佛也是一物啊 本来无一无门 还有个佛 这个也不行啊 这也是个错误的 所以四肾法界 无聊啊 就僧聊 无量无边之德 万德 万能 这就变成德能 凡夫 则变成烦恼 圣哲就变成德能 烦恼不好啊 那个德能也不好 为什么呢 不究竟嘛 不严满嘛 明白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就不能懂了 真如本性 本来清净 一发不力 所以说三度本空 寓言是三度 是圣着的三度 换一句话说 迷了叫贪嗔痴 物了叫做戒定慧 那么由此可知 只有迷雾 除迷雾之外 确实一发 解不可得 所以般若 是真实的智慧 世尊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波若金讲的时间最长 占了二十二年 四十九年 讲波若 讲了二十二年 几乎占了一半的时间 由此可知 真是智慧的重要 佛教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破密开悟 恢复我们本有的智慧 除此之外 别无佛法 佛法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波若心经 这两百六十个字 在我们中国 无论是在家出家 没有不能背诵的 这两百六十个字 就是佛讲二十二年的精华 二十二年的纲要 这个两百六十六个字 一展开 就是释迦牟尼佛 二十二年所讲的波若 没有超越心经的范围 心经到最后的结论 无知也无德 这显示出什么 本空啊 无知也无德了 九法界的众生 这个德实 这个念头 没有写掉 有德就有实 德实是迷情 是执着 佛教我们要彻底把它写掉 我们今天能不能写得掉 写不掉 怎么写也写不掉 我说我们再不执着了 有没有执着 还是执着 执着一个再不执着了 这个麻烦了 都写不了 所以佛华里面讲 这个五不是有无之五 有要把它写掉 五也要写掉 两边都写掉 这个才行 谁做一边呢 再执着一边 这个没有用处 这也是佛法非常非常难的所在 这一段所说的 是语言人的境界 但是他所讲的语气 如果真正讲 语言顿根性的 那实在讲是言语道端 心形出面 说不出来 不可思议 这一点我们也能够体会 不可说 勉强地来说 因此我们决定不能够执着 言言说相 不能执着 敏自相 也就是说 这个语言文字 通通不能执着 你才能够体会到 这个意思 稍稍有一点执着 就错了 真是 插之豪里 你也扭着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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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这一句说得很好 你情知取 以得为度 这个话才好讲 我们才能够体会 但是体会 是第二意 不是第一 因为第一意里面呢 说不出 你要是聪明人 要真正能不执着 从这个第二意里头 就能够体会到 第一 那这指向 马明菩萨在 《起心论》里面 教给我们的方法 立言说相 言语文字 不执着言语文字 立明字相 这个里面很多的名词 像三读 三德 这个都是名词 名相 言不执着 立心原相 听了 直接去体会 不要去思考 不要落在意识里面 这个样子 你才能够体会到第一 虽然会得第一 你也说不出 那么就由此可知 言语文字的功能 是有限的 是有极限的 这个极限 没法子突破 真正的智慧 是无限 要从这个 有限的 这个极限 要能够突破 往上提升 禅宗里面所说 向上一桌 就是这个意思 向上一桌 完全要自己领悟 这个事 没有法子 说得出来的 所以此地 给我们能讲得出来的 是第二意 但是他这个第二意 一突破 就是第一 真正的 真正的帮助我们 确定 绝对 绝对 贪无贪相 云是戒也 这个戒 绝对不是 我们一般观念里面 所讲的 五戒 神戒 比丘戒 菩萨戒 不是这个 这些佛所讲的 讲得太粗了 完全讲的是四项 私底讲的戒 是自信戒 所以他此地讲这个戒定慧 三德 通通是 自信戒 自信定 自信慧 不是修来的 如果有修 那就跟三度对立了 真如本性里头 没有三度 本性是至善 空老夫子所讲 信本善 这就是 信戒 跟这个地方讲的 有一点接近 信本善 我们今天这个观念当中 不是本性 是习性 习性里面就有善我了 本性里面没有善我 没有善我 才是真善 唇上 没有善我 那么什么叫做乌 什么叫做谜 这是这一段经文 关键的所在 这个地方呢 我们简单 跟诸位说明 用比较清新的言语 大家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六根 眼耳鼻舌身 一眼也就是心 对外面的境界 这六种境界 眼见色 眼所看得见的 通通叫做色 这个色 这个色是广义的 眼睛 看得见的 都叫色 耳朵听得见的 都叫深 鼻能够闻得到的 都叫香 臭也叫香 用一个字代表 所以 这个色身香味出发 这是代名词 这个里面的香 不是香臭之香 是代表鼻根的作用 它所能够接触的境界 所以这六个字 是代表境界的 不能够像一般的 我们这个智慧上来解释 那个意思就完全结束了 代表六种境界 六根接触的六种境界 确实 不齐心 不动力 这个叫做自信 这叫我 接触外面境界 稍稍动一个念头 这就叫谜 这就叫情直 我们要怎样能够做到 不齐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执着 用这个标准 来看迷雾 就很接近 所以这个经论上常讲 决心不动 那么反过来 迷心是动的 我们这个心才一动 迷了 决心不动 决心不动 不动 一切境界是平等 一切境界通通是信德流露 为什么呢 十法界 一阵庄严 都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相分 古人所谓是 一斤做七 七七皆斤 所以这个境界是平等的 那么戒定会 跟贪嗔痴就平等了 从这个地方 所以什么人 他是欲三毒二三的缘 是真正觉悟的人 我们这个心会在境界里 起心动念 这个不行 这个三毒 就是三卧道的原因 三德 那是佛菩萨的原因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能够昏而一叹 这是 迷有迷的说法 物有物的说法 物了呢 是一 迷了是二 不是一 一个果报 在三头 一个果报是佛菩萨 那怎么会一样呢 天让之别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所以华也 佛对谁讲的 四十一位 法身大肆而说的 他们都是无聊 他们的境界 是三毒跟三 三德 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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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 不是二 可是主要记住 在我们的境界里 决定是二 不是一 这个地方 学不得 不可以学的 所以 今物则贪物贪相 缘是皆也 这就是自信皆 就是自信清净 清净心就是皆 清净心里面 没有一个物念 诸物莫足 清净心是善物 两边都离了 纯善的 从这个意思讲 就是戒的意思 是称无其滅 本自积燃 云是定也 这是自信定 论言经上所讲的 手论也 大定 六祖大师在 腾经里面 跟我们讲的 他是入了这个境界 所以六祖 最低限度 他是缘教 初度菩萨 这是判到最低的 可能比这个还更高 也就是最低限度 他是原教 初诸位的菩萨 古发举精云 戒心如虚空 又云 诚心等扬眼 这个就是不可得的意思 戒心像虚空一样 诚心扬眼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 有 偶尔会见到 但是难得一见 扬眼是地上起的一种气 这个气远看 像水一样 像波浪 像波浪 像水一样 静看 就没有了 我们中国古人有比喻 叫克露 杨烟 克露是出生的 口口了 想喝水 他把杨烟看作水 就在眼前没多远 他想喝水 再走 他还那么远 再走 还是那么远 永远 那不是真的是假的 我在台湾曾经见过一次 很少见到 坐车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告诉公路 在那个 宏贯公路的时候 有一段地方的时候 看到这个现象 车看到前面 就像水波一样 但是很短 只有几分钟 就没有了 我们就通过了 几分钟就没有了 那么在北方 黄河夜带 常常见到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 跟这个虚空的意思 完全相同 吃物吃相 是微会 这个就是贪嗔痴 你贪嗔痴 了不可得 这个意思 在论言会上 论言会一开端 黄南尊者 就讨论到 这个心的问题 心有真心 有忘心 佛对黄南 也不说真心忘心 不管你 真心也好 好 忘心也好 心在哪里 心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一开端 奇出真心 心居然找不到 有没有呢 当然有 在哪里 不晓得 逆心 了不可得 找不到啊 慧可大死 是我们中国禅宗 第二组 他那时候 修行 也是天天 心不安 心不安 这时遇到 大魔祖师 向大魔祖师 请教 大魔祖师 不理他 最后没有法子 自己把手臂 砍下来 拿着手臂 去供养 大魔祖师 这表示他的 虔诚 大魔祖师 看着还行 这好苦 把手臂 砍到时候 残废了 都可惜了 好苦 你到底 为什么来 他说 我心不安 求大死 给我安心 大魔祖师 手一撑 你把心拿来 现在有很多 大魔那个像 这样的像 那就是 接应灰口的像 叫灰口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这个灰口 回过头了一想 想找了半天 他说 我密心了不可的 我找不到 大魔祖师 很轻松的 欲如安心尽 我给你安好了 给这个地方 你一丝一业 所以诸位 要是烦恼起来了 贪心起来 惩慧心起来 你马上回光 回光烦照 我惩慧心在哪里 你去找 你不要去再发脾气 回过头找 我那个惩慧心在哪里 我的贪心在哪里 我那个爱心在哪里 结果一找啊 都找不到 我是了不可的 平常都觉得 还有 我的心很多啊 你一找的时候 一个也找不到 空的 不是真的 全是希望的 所以你烦恼 烦恼在哪里 业障 业障在哪里 罪业很重啊 你把罪业拿出来 我看看 诸位能够这样 回光烦照啊 你心就清醒了 心就定下来了 所以业障 有没有呢 罪业有没有呢 有 怎么知道 你有妄想 你有咋念 那就叫业障 险情 你晚上睡觉 也不老实 还会做梦 那也是业障 险情 你没有业障了 就不会做梦了 白天没有妄想 晚上不会做梦了 这个人业障就笑了 业障就笑了 白天打妄想 晚上会做梦 这个业障很重啊 这麻烦很大了 那么你知道 四十四十的真相 你就不要害怕 怕没有用处 害怕解决不了问题 一定要把四十真相 给找出来 彻底明了了 明了你就不怕它 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 用什么方法来消除业障呢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最殊胜 最方便的 无过于念佛 刚才说了 妄念一起来 就是业障的现行 如果去悟念 那就是罪障的现行 七个善念 也是业障的现行 这个事情麻烦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念头 转过来 转到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把所有一切妄念 统统放下 业统阿弥陀佛提起来了 业障就没有了 就消除了 所以这个消业障 的确清清楚楚 明明白了 这不是谈选说庙 非常之具体 非常的踏实 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 故人所讲的话 一点都不错 因为这句佛号 不具行事 行住作物 随时随处都可以念 只要我们起先动念了 马上就念佛号 知道这句佛号 消除业障的不二法文 底下又说 有兴王金书三藏云 这是举今来引证 贪相不生 是为戒藏 称相不生 是为定相 吃相不生 是为会藏 诸法五行精云 贪与即是道 称灰一佛人 如是三思中 又无量佛法 兴王金里面 讲的贪嗔痴 即是戒定会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你能够回光烦照 你能够去找 找那个贪嗔痴在哪里 到贪嗔痴 你一找啊 他就没有了 莫有了 信德就流露 就现起了 那就是贪嗔痴 就是戒定会了 自信戒定会 就流露出来了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自信的三恩德 不能现行 原因是被贪嗔痴 盖住了 这个真的要知道 我们从早到晚 看到我们附近周围 这一切众生 过过本具圆满的信德 可惜呢 念念都被贪嗔痴 改付出 他不信钱了 一天到晚想什么 想钱了 想不到 惩恨了 看到别人赚钱 自己没赚到 就惩恨了 这个愚痴啊 他天天想这个 他从来不会想 去找到 我这个贪钱贪心 贪心在哪里 他不会想这个 他要想这个 他就觉悟 他的信德 就会先见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 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法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人 合在这个世界上 自己总得想想 我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 为什么来 会想象这些 人会觉悟啊 我到这来干什么 这一生完了之后 我又到哪里去 多想象这个问题 会开悟啊 绝不要想 眼前的明文理 五语六成 想这个就糟糕了 那是越迷越深 将来果报 非常地 可怕 能够想想 来干什么 从哪里来 将来到哪里去 你能常常 想些这个 会开悟 必然 必然 对于 这个 明理 五语六成 你会看淡 人生的 意义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 真正的 乐趣 你才能够 体会得到 否则的话 就是糊里糊涂地生 糊里糊涂地死 所以说 醉生 梦死 那给那些畜生 有什么粘养 没有粘养 这愚痴 贪嗔痴 是连 连到起作用的 绝对不会 只有单独一个 它是有连贯性的 这个 《诸行五常经》里面所说 叹语即是道 诚会亦否然 如是三思中 有五量佛法 这个说法 必须对那个原人 才信 前面一段 我们说过 这一段是 越乏嫌疑 前面是 越人嫌疑 三人嫌疑 必有无私 就是这个道理 世间种种这些 卧行 卧行 卧香 想坦诚 这些卧香 真正修行人 在他眼光当中 生无量智慧 他以清净心观察 看到这个四项 前影后果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生智慧 所以 贪嗔 是这种 卧行 卧行 卧骨 对于菩萨来讲 有五量的佛法 佛是觉 菩萨在这个境界当中 生无量旧 他见到开悟了 就像六祖大师所说 他对于 五祖 对五祖讲 弟子心中 长生智慧 你们诸位 有没有想到 他以后逃难 逃到猎人队里头 在猎人队里头 十五年 他是不是 长生智慧 少年 粗糊 有没有想到 就像 tryin